我们要再次强调我们今天不管是基隆人还是各个我们环境团体关心再生能源还有能源发展的团体 我们都支持能源转型我们也支持天然气作为暂时性的能源的目标 但它不能是一个永久的方案而且也不能以永久破坏式的方案在各地兴建除气潮 而且我们也知道现在台电跟中油就为了天然气上千亿的市场正在进行恶性的竞争 而这个造成的问题就会让我们全民承受海岸被破坏的苦果 所以我们在这边强烈要求我们现在等一下要审我们第四接收站的这些环境委员这些专家们 不要为我们国营企业的恶性晋升来背书应该要退回第四接收站的最烂方案 不要填海造入443个篮球场面积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的议员陈维仲 那我们今天和基隆在地的朋友以及各位环境 一起在环境保署前面 召开这个国营企业恶性竞争 天然海岸被迫牺牲 海洋与生态要守好 接收站政策全面检讨的记者会 为什么我们要开这个记者会呢 因为呢从我们基隆现在外幕山正在发生的这个第四接收 第四天然气接收站也就是等一下环保署的内部会 我们的环境出审会要省的我们的第四接收站 即将要采用最烂的方案 填海造入443个篮球场这样大的面积 而且要新建长津一公里的停发 这件事情会对我们基隆造成非常非常大的生态伤害 而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三年前的时候其实也在环保署这边 第三接收站的这个环境的话 也是非常的粗糙的闯关成功 所以才会造成各界公民的反弹 而成了现在藻礁公投 现在真的希望可以来全面检讨接收站政策 那我们第四接收站基隆跟第三接收站我们桃源的大坛的关系 这些生态环境朋友今天一起在这边 呼吁环保署要正式 环境委员要退回我们这个基隆填海造入的最烂方案 而同时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关注说 整个经济部能源相关的天然气接收站政策 我们其实各界跟环保团体还有很多的学者 甚至前任环境委员提到替代方案的可询性 但台电一直都不愿评估一意孤行 然后执意要在基隆做这么大的伤害 等于是毁灭我们基隆的各项观光还有渔业资源 这个天海造入的地方万物山 其实是我们基隆人从小到大陪伴我们长大的重要海岸 只要是基隆人听到这个天海造入的万物山的议题 就会非常非常的担心 会说为什么台电可以在没有让市民沟通 跟没有让市民清楚了解这个资讯 就进行这样的工程 就直接来闯关环平的最后一次出神 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现在天海造入所造成的影响 除了底下的生态浩劫之外 整个外幕山是基隆仅存最长的五公里的海岸 如果这个一公里长的堤防把它造下去的话 其实就会造成我们整个沿岸的侵蚀 包含我们大五人沙滩也会消失不见 那这件事情其实会给我们基隆的观光 甚至我们市民一直以来喜欢休闲的地方造成严重的伤害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真的呼吁环平委员 要在这个时候退回台电的这个最烂方案 真的好好的叫台电去评估可行的接收站方案 让天然气可以尽速上线 同时也维护我们台湾生态的平衡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 其实从过去第三接收站不当选址 在环平初到闯关之后造成公民极大疑虑 因为它伤害了珍贵的生态 还有藻礁的生态性 以及其中一些冰围的物种他们的庇护所 其实到我们现在是阶级将进入最后一次环平初成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 中油和台电这两个国营企业的恶性竞争 造成这样天然气的接收站不乱设置 这件事情其实正在伤害我们台湾的海岸 而我们也真的非常非常恳切的要求 三接跟四接甚至未来的五接六接七接 不应该在台湾的各海岸成为癌细胞班生长 应该尽速的来利用既有的空间 而不要再危害我们自然海岸